就是说啦 阿管 就是其实 道歉 也没什么好道歉的 因为毕竟 从医院啊 跟你干到现在 其实都快半年了 你哪次道歉过 对不对 你哪次道歉过啦 电商割的韭菜 那个商品是收起来了 不叫下架 哪需要道歉 健身房 你也说是劝导 没有违规 那哪需要道歉 我的违建可耻 说我推给房东 是我的话就收一收 干你呢 领口管违建 是房东的事 我不知道哦 哪需要道歉 台湾虾都有下药 自己去卖那个 台湾全 最大的海鲜批发 当时 还有这个他妈的 下药名单里面的虾 哪需要道歉 国税局都要给你录音档 他都有他给你个资 而且会出庭作证 国税局出来打你脸 哪需要道歉 预购要退 可以啊 上法院谈啊 不符合 消保法 我不会管你哦 我这边有我的规矩 哪需要道歉 对不对 这个脆皮烧肉 说好可能在两三年前就说什么 弄了中厨一千多万 结果现在 店也没有租 厨房也是员工厨房 厨师也是原班人马 设备也是最顶的 内无成事 电风扇也是用MIT的 那需要道歉 不需要的 鸡腿饭 里面有鸡腿 跟麻将有气泡 是一样一个意思 这不叫瑕疵 这不叫瑕疵 这不叫气泡 哪需要道歉 对不对 别人告你 是浪费司法资源 你告别人 那不叫败诉 那叫做告不成 哪需要道歉 对不对 我怎么讲你割韭菜 要有证据 讲我割韭菜 也不用证据 哪需要道歉 没事啦 馆长没事 我习惯了啦 好不好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对不对 不是搞得我每个礼拜 其实都不太需要 整理什么素材 我直播要做下去 太简单了 馆长每天开 靠腰我素材不够吗 对不对 有这么多东西 可以去打他妈打脸 还不够吗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